只请皇上一定要以端妃姐姐为尊 居于臣妾之上 否则臣妾终究难安 皇贵妃这么好的职位 为何在缓缓这儿就跟烫手的山芋一样 迫不及待的就扔给了端妃呢 看完只能说缓缓不愧是人间庆幸 首先皇贵妃职位不是缓缓不想当 而是当不了 皇贵妃为同父后 距离皇后职位仅一步之遥 朝中大臣皇室宗亲 一定会以极其严苛的标准 衡量四大爷选的皇贵妃 是否合格 家事资历德行生娃业绩 都是考察标准 第一家事 他们反对阵迎费妃入宫 不碍事说 真是是罪臣之女 汉军期下午期出身 大伙都知道 缓缓的老爹真远到 早在缓缓离宫前就倒台了 费妃和罪臣之女的身份 是哪怕四大爷给缓缓抬旗 都抹不干净的黑历史 想当年连缓缓想回宫 外头的大臣都极力阻拦 如今若再加封皇贵妃 招惹的闲话估计更多 所以家事这一块不达标 第二资历 资历这种东西说白了 就是进宫时间要长 最后皇帝管理嫔妃的经验要足 这条标准缓缓明显也不符合 因为 宫中步伐 比臣妾资历深厚 德行贵重的嫔妃 端妃静妃 自王府时就伺候四大爷了 连五宠位分低的新贵人 都比甄嬛资历深 这一条pass 第三德行 这条标准和其他标准不同 德行这玩意儿 是需要外人认可并称赞的 然而你看看 环环当时的风评 都差成啥样了 大封永寿宫那会儿 皇后就暗自给环环下套 故意把永寿宫 装修得富丽堂皇 前朝大臣一听 立马不乐意了 说 本宫是沸沸之身回宫 以事闻所为闻 又如此张扬奢明 是霍乱后宫的妖念祸水 就算环环后来 赏瓜六糙米一人汤 各种表示自己是个贤妃 但四大爷对环环的偏爱 还是给外人留下了 红颜祸水的坏印象 德行这块也不OK 最后生娃业绩 正如四大爷所说 即便环环后面生下龙凤胎 所有标准 竟有这一条符合 综上所述 这个皇贵妃甄嬛当不了 那如果换成端妃呢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端妃进宫最久 黄贵妃这个位置本也当得 端妃的资历 经四大爷的官方认证 绝对没问题 加持端妃和华妃一样 都是将门之女 加持这一块没毛病 所以最重要的是 端妃自进宫以来 大多数时候都是九居深宫 缠绵病榻 偶尔几次出山 都是做甄嬛的及时语 各种替甄嬛作证 替甄嬛劝解四大爷 时间长了端妃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 就是安分守己 温厚待人 不争不抢又沉稳大气 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做了黄贵妃 没谁会质疑端妃的德行 反而会夸四大爷眼光好 而且端妃虽然膝下无子 只抚养了一个瘟疫公主 但端妃为什么不能生育 四大爷的心里本就有愧 给个黄贵妃当补偿 又有何不可呢 纵上所述 黄贵妃的位置 对环环来说是烫手山芋 对端妃来说是实至名归 所以端妃比黄贵妃更合适 不过话说回来 就算黄贵妃符合策锋标准 她也不会做这个黄贵妃 为什么呢 我们接着往下分析 第一四大爷生性多疑 四大爷说 他心目中的黄贵妃人选 更偏向黄贵妃 是真的吗 不 这仅仅是一份试探罢了 想当年四大爷有心给华妃升位 就故意让内务府 给华妃送去了黄贵妃的服饰 借此试探华妃是否贪毒权力慰问 结果呢 华妃看到黄贵妃的衣服一脸的贪婪 还上手摸了摸 四大爷在幕后看得一清二楚 最终没让华妃当成黄贵妃 如今四大爷故忌重施 把同样的套路用在了环环身上 做皇帝的都这样 他们的精力就是正主动给你 你可以接 但你要是自己想要 就是野心勃勃 不安分 好在甄嬛没上当 就婉拒了四大爷的好意 表示自己 皇上心里有臣妾 臣妾心里明白 不愿在名位上计较 环环努力装出一副 四大爷的情谊 比啥都重要的样子 让四大爷放下戒心 但是黄贵妃这个位置 自己不做 也不能便宜了皇后的人 第二 树立后宫威信 为甄嬛战队打好招牌 皇上要大封六宫的消息 可都传遍了 皇后提一句离妃 娘娘立即提请六宫妃嫔都大封 谁不喜欢环环这样 一言不合就给升职的领导 后宫谁不知道 环环战队的员工福利 是宫里出了名的好 出了独自美丽的小叶子 和倒霉催下线的英贵人 甄嬛战队里哪个人不是人手一个孩子 此次在旁地位稳固 相当于有了无险一金 哪怕到老都有宫中给的养老金 宴下给六宫嫔妃生位分 就等于集体上涨基本工资 阅历银子加分力多了 嫔妃们的生活水平 也能得到极大的改善 员工待遇好就是活脱脱的金字招牌 怪不得锦西会说 这下大家伙可都等着要感激娘娘呢 樊环自己给力 还不忘带领员工共同富裕 她一早便算准了 端妃生了皇贵妃 那同样自立身后的静妃 位分要是不升 也说不过去吧 既然端妃静妃都生了 干脆大家就一块儿升职吧 樊环子说了 有好大家分吗 到头来所有人都得了好处 慢慢的后宫的新旧势力 都会向甄嬛战队靠拢 大伙都知道跟着甄嬛干有前途 那么甄嬛这个没有生位分的人 反而成了最大的获利者 让出一个皇贵妃 既拉拢了端妃这个盟友 又梳理了自己的威信 一举赢得后宫众人的心 一举多得 远比捞一个皇贵妃划算 相比之下皇后的安琪拉战队 全员膝下无子 唯一怀了孕的安小鸟 肚子里的孩子 还是个生不下来的 离妃的孩子 恐怕是生不下来 安琪拉战队的所有员工 身家性命 全捏在皇后手里 只让争宠不让生娃 没有无贤益心 工资全靠业绩 这样的生活太没有保障 两支战队的待遇差距 六公平妃都看在眼里 况且皇后这个领导很抠门 另有所图的时候 才会给员工生位分 其他时候那是想都别想 时间一久 必定会失去后宫的人心 那么多好处 也难怪缓缓不要这个皇贵妃了 话一致辞 顺便问一句 西贵妃娘娘 您的公司还缺人吗 以后 从一趟本来说 天分装